为我做香 纷纷反载 陪伴我长大 超过400位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各地慈祭据点的教育之工与学校老师 参与两天由慈祭选龙分会举办的 慈祭人文教育严习营 共同为孩子的教育 打造一片蓝天 你常常要去想 我立志要当个好好 想要带好每一个孩子的念头 还存在你 台湾慈祭教练会老师 吕峰英 郭丽清 以及张瑞美老师 以各按故事与经思与教学等实力 专程到马来西亚 做教学经验上的分享 我觉得当老师要当一个快乐的老师 第一句话 我好幸福 因为我是什么 老师 我们怎么说就要怎么做 所有的行为就是孩子的典范 不是只有奖励 他做错事 你要怎样去爱他 去接纳他的错误 然后引导他去改过 教书 教人 也教心就是良师 不当教书将 而当孩子的终生导师 如同一盏明灯 引导孩子 找到正确的人生路 应付考试 为了达到学校或者是我们教育局所定下的目标的巴仙力 教学上呢 教导他们 而附列了我们自己教人 教心的这一个道理 所以听了他的这一堂 这个课程以后呢 令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 把自己呢 从以前的所谓的教书这样呢 能够慢慢的启发自己 通过这一次的课程 我能够真正的教育的是孩子的心 而不是只是孩子的学业罢了 与家长达致 用妈妈的心 爱别人的孩子的公式 建立亲师合作的双影教育 如果这个所谓的亲师生 这个三个关系能够好好的去培养 那么我觉得我们整个马来西亚 整个我们将来孩子的生活的世界都会是很好的 我希望学校的校长 学校的家学能够尽量跟你们的团体配合 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散播这样的那种关爱的教育 去给每一位老师 那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都会有救 我觉得 我们由我们自己做起 教师像个家 老师像爸妈 孩子像宝贝 春风天天满课室 孩子欢喜到学校 曾善美之工 陈修珍 蔡清香 李永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我希望待会给你们修珍 做这些决定的东西 本期来是感谢 曾善美之工 曾费 大蒜 达